如果对一个狮子男说 你很小气 跟你性能力好差 哪个对他比较严重 性能力好差 因为这事关男人的自己 好 所以你觉得狮子男很小气 对 好 谢谢 一般来说 狮子男一旦喜欢你 你百分之百一定感觉得出来 因为他们是12星座里面 头直球的代表 暧昧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喜欢就要赶快拿到手 除非他对你好感以上 喜欢未满 又或者是 你让狮子男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的时候 就会让狮子座胆小如病猫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狮子座的霸气 而是会变得有点害怕丢脸 然后迟迟不敢动作 所以你们就知道 自信对狮子男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一定是各种好聊 各种好约 说话也一定很暧昧 当然我也告诉大家了 你要好好地分辨 这个男生到底是喜欢你 还是喜欢你喜欢他的感觉 有时候如果你表现出对他的崇拜 他也会对你投以关注的眼光 因为他想知道更多就是 你喜欢我哪里 你喜欢我什么 你也觉得我很帅 你也觉得我很棒 对不对 他也会开始说话 有点暧昧 比如说 亲爱的 很可能忽然就冒出这么一句话 有一点在撩妹的感觉 也有一种试探的感觉 那是因为他已经在试试看你有多喜欢他了 第二呢就是他可能会在你面前表现出很自恋的样子 比如说开始炫耀自己曾经得过什么奖啊 曾经是什么校对啦 然后又有什么样的功功伟基啦 如果一个狮子男开始说这些自己很了不起的话 那就意味着他非常希望墊高在你心目中的分量 很希望你能够因此而喜欢他 这很幼稚我知道 一生一下子温柔一下子霸气 你会有一种他非常矛盾的感觉 没有错因为他已经有了得失心 所以一下子觉得你应该喜欢霸气的吧 我就霸气一下 可是过一会又担心我这么霸气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糟呢 好那我就温柔一点 所以他已经开始进入他自己的内心小剧场了 第四呢你会感受到满满的占忧率 他要你眼中只有他 所以其实这个女生如果有点花心 或者是你是自然派的 你就是一个变动星座 觉得跟谁都是好朋友 狮子男其实内心会觉得很受伤 那就表示他真的很在乎你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一些狮子座比较变态的部分了 有自信的狮子男呢 其实他跟你的暧昧期应该会蛮短的 因为他暧昧一阵子过后 他就会忍不住想要领奖品了 他就很想赶快知道 确认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那还有一组比较没有自信的狮子男 他不太确定你有多喜欢他 然后他很怕随便告白 就会害你说出他不敢听的话 这样的狮子男就会用实力用劳力 比如说他就会很任命的当工具男啦 或者是会以你为主 会非常的贴心 会非常的努力 然后迟迟不敢告白 让你觉得好奇怪哦 他不是喜欢我吗 为什么会忽然变成中途了呢 如果你很喜欢他的话 那么请在他退缩之前 请不要太被动 你一定要主动进攻哦 让他知道你还是喜欢他的 那么他就会有勇气走下去 第二就是打进他的朋友圈 其实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友谊的 所以如果你能在他的哥们面前树立 很好的形象 那么我相信狮子男也会觉得 以你为傲 比较有信心跟你走下去 还有你以为狮子男喜欢别人依赖他吗 你错了 那是表面上 表面上他喜欢展现大男人的气派 让你依赖 可是事实上 生活当中充满了小事 他通通都要依赖另一半哦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生 你不是样样都要他帮忙的那一种 那你却屏中选的几率就更高了 哦所以你觉得狮子男很小气 对 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大方 有时候是要有观众的 你懂吗 有观众当然要大方 比如说这是一个公开场合 我大方一次 大家都会传送圈鼓 但是如果只有我们两个 你就会看到他很节省的那一面 按你在心口秒开 所以如果不开 就是他没有把握 或他没有自信 爱情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狮子男可能会为了吵架跟你吵赢 而不惜伤害这段感情 但其实他之后会很后悔 我的霸道只有你看得见 他的霸道可是连接 他心目中的所谓男子汉 跟这样才叫有担当 有时候你可以告诉他 换个方式也挺有担当的 他们就会慢慢地改变咯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